大家好 这一集呢我来讲一下那个明星 因为刚刚我看到一位留言好像是韩国的观众留言说 他问我 鸟书包括韩国一些 最牛最流行的那些女团男团呢 好像有一个女团是black black pink 还有一个男团叫做 什么 防弹少年团什么 第一个他们确实很火但是主要是集中在我觉得主要是集中在东亚或者东南亚 鸟书呢是什么状态鸟书他鸟书的火大概可以说是 像那个 抖音的一个爆爆红的一个歌曲大概能红个 一个月两个月就那种感觉啊但鸟书呢大概能红个一年两年 然后很快就 不红了 你要你要今天如果鸟书他一个人走在美国街头 走在洛杉矶街头 我估计也没有人去跟他合影 他如果不相信的话 可以实验一下 他还没有达到像那个 詹姆斯科比 像 或者说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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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艺人里面的 收入排名靠前了 大家绝对想不到 是节目那个主持人 就电视节目主持人 还不是拍电影的 中国拍电影的会觉得 在电视上的这个明星好像没有电影的大荧幕的明星有名 美国恰恰相反 美国是电视 电视节目主持人 收入特别高 还有叫电视里面的 叫评论员 也比较有 就一听 还这惨的呢 因为他脑在电视上弄脸 你就想一想 节目主持人 挣钱特别多 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吧 最成功的 叫Opera 他在美国 那个女的吧 黑人 家喻户晓 没有人不知道 Opera如果走在美国街头 那合影那都 从早上拍到晚上 绝对 绝对是从早到晚 他就这么有名 我想亚洲呢 因为 首先从文化上 跟这个美国的文化确实是格格不入 我举个例子 亚洲的文化像东亚我想东亚 或者说第三世界吧 他是一种叫做从重心 心理 他不像美国 美国是一个个性 美国是喜欢这个明星 希望这个明星是与众不同的 就说你必须干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美国的明星不管是 雷迪嘎嘎 麦当娜还是 像有一个叫 泰勒斯维夫特 还是什么 就是他们是个性鲜明 他有个性 他是自己主宰自己 不是说经纪人给你安排 像韩国完全就是经纪人 就是老板给你控制的 韩国那个 韩国在东亚 可能东南亚比较有名 很有名 或者在亚洲 但是在美国 我可以说是 虽然他是 在YouTube上面会经常上热门的 包括Black King Black Pink 还有一个 好像是 韩国还有个男的一个男团是什么 我记不清了 他他会上热搜 YouTube 但他们在美国没有什么号召力 在美国也没人认识 也不会他们走在美国街头 不会有人上去跟他们合影 没有人 没有人认识 尤其是 我记得还有一个人讲了 在下面讲了一个叫做 曾子丹 在美国一个人都不认识 没人认识 他走在美国街头 没人认识他 曾子丹 陈龙 他走在美国街头 我已经是对他 做出最高评价了 能有人找他合影 陈龙 他如果一个人走在街头 不化妆 就在 就是不打扮 不那个桥状打扮 就正常人 去买菜 能有人跟他合影 你说曾子丹 什么中国那些明星全扯淡 根本就没有国际号召力 还有一个人说 说美国明星 中国也不认识 中国老百姓也不认识 真的吗 柯比 中国老百姓认识吗 柯比 认不认识 麦克尔乔丹 麦克尔杰克逊 泰森 美国的你不认识吗 美国的明星 你能不认识 你真的是 美国电影 电影明星 其中有一个 我认识的一个叫强生 那个巨大巨壮的一个男人 不认识 美国的明星真的是有国际号召力 绝对的 港港的 美国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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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讲的认识 主要是讲十几岁到二十几岁 这个年轻人 五十岁以上的就不讲了 那五十岁以上还上去什么合什么影 主要都是因为追星嘛 他主要是一个 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这个群体 主要是这个群体啊 你讲那个 我们讲台湾 没有 我说台湾没有一个明星 包括 比如说 叫做周俊仁 台湾的明星 没有在美国没有人认识 我可以告诉你 就真的是 根本就 你就想一想 就在洛杉矶生活 没有见到他们的头像 没有见到他们的广告盘 没你打开电视机 没有他们的这个接受他采访 什么都没有 我你 你要再 再还不懂 那你就看一下他们的推特 有多少人关注他们评论他们 你搜索一下 你要一搜索什么 奥普拉 一搜索美国什么科比一搜索 那泰森我的天 泰森在美国没有人人都认识 包括从拉美过来的 那就是干建筑工院装修工的 连英文都讲的不是很好的 就那个 老莫都认识泰森 为什么 我跟他讲 我说我叫大圣 我那个 大圣的话 不是英文叫 Dyson Dyson 他一听就以为这个叫 泰森 在美国没有一个人不认识泰森 没有一个人不没听说过他 他就这么牛逼 泰森可以说是 泰森中国人不认识吗 啊 美国的影响力是太大了 像 韩国台湾 香港 包括刘德华 刘德华我特别喜欢他 但刘德华在美国也没有 没有影响力 就跟个普通人一模一样 可以说的 跟个普通人一模一样 你叫什么叫做牛逼呢 你作为一个娱乐明星 在美国 比如说你要开那个 巡回演唱会 巡回演唱会 你那么场场爆满 你场场爆满 你场场都有人来抢票 红牛都给你 都给你那个 就是说 转卖转卖 就就这这种情况 那那还叫牛逼 然后什么电视台那个 评论电视台节目 真的抢了要来采访你 要找你上节目 那就叫牛逼 那真的是 就是说 鸟叔曾经一度达到这个水平 鸟叔是个传奇啊 他算是 瘫痪一现了 鸟叔曾经是达到这个水平 但是鸟叔他并不是一个 纯正的 韩国人 他是完全是 用美国的工资 美国的手段 把他炒作炒上来的 就鸟叔啊 鸟叔也是在美国学习的 相当于 鸟叔就是完全是美国的操作手法 把他给弄弄火了 但是很快的就 就没人再提的 日本有没有什么 日本也没有 没有 日本没有 包括我之前我以为那个 宫崎俊 还有那个 因为宫崎俊不是 我讲的 有没有名 就是讲普通人 我们不讲专业人士啊 如果专门看动画的肯定知道宫崎俊 我讲普通的老百姓 美国大街上的人 宫崎俊走在美国大街 没有人知道 我就告诉你 没有人 黑人 黑人 我那邻居黑人我还问过他 宫崎俊什么的 不知道 听得没有 但是他发音一听的话 他可能就是日本英嘛 日本都是 他喀西什么 阿丽 推东 什么都是那种 日本的明星 没有 在美国 我说实在我想来想去在美国就 没有 我能想到的最有名的大概就是 菲律宾的帕奎 卧槽这家伙真的是 我在健身房 是在我 是在我的疫情之前 我在健身房 拉斯维加斯的那酒店都会有免费的健身房 卧槽 就是那个电视啊 不停的会放 帕奎 帕奎 不停的会放 我说这家伙这么牛逼 一开始我以为他是脑末 后来等到那有一天 好像 就是我不知道从哪里查到消息了 说他是菲律宾人 这家伙很有名的 这家伙在美国真的是 但我是说跟那个陈龙啊跟那些其他的亚洲明星比 帕奎肯定是名气比他们 比他们厉害啊 但美国的运动员里面最最最牛逼的据我所知啊 叫做老虎五只 打高尔夫的 我说那哥们 那是个黑人 那哥们真的是 在美国家喻互相 没人不知道 他要一上街那就不得了 那真不得了 就 他在高尔夫球界的地位大概相当于 迈克尔杰克逊 迈克尔杰克逊 在那个 在流行音乐的地位 大概就是这个地位了 就已经 盛况空前了 就你三层外三层都要来看他打球了 就这个水平 是太牛逼了 那美国就是说 美国历史上最最牛逼的 我就这么说啊 在美国历史上最最牛逼的 娱乐明星了 大概就是迈克尔杰克逊了 就是 在美国这个国家历史上两三百年 最最牛逼的 基本是到他到一个城 要怎么开什么演唱会或者飞机下来啊 整个城 封锁 他整个城都已经 整个城的人不干活了 直接就 就要去机场接他 那附近的人全部到这个城来了 这边就是迈克尔杰克逊就到这个地步了 他的他们 他这一到哪呢 直接军方 但有的都开战斗机过去 你知道 不是太猛了 我 他的真的是太猛了 就 迈克尔杰克逊 所以说美国的黑人在娱乐业 美国幸亏有黑人 要不然在美国娱乐业没法玩 什么声音 摩托车声音 要不然美国这娱乐业没法玩 就是 比如说我们讲打篮球NBA NBA在美国并不是特别牛逼的 特别流行的 美国特别流行的运动 我看啊 因为我看那个店 以前呢 前年去年三四月份 我住的一家host 邻居是一个那个 一个白眼大二十几岁吧 他们老放那个是棒球 橄榄球 后来我也跟他问过啥的 美国人特别喜欢棒球橄榄球 足球在美国不流行 就是橄榄球 就那个什么抱着球 什么撞的 看一看不懂 棒球 棒球特别 特别流行 高尔夫在美国也流行 高尔夫在美国也是 就是随处可见了 几乎美国每个城市都有高尔夫球场 棒球 相当流行 就 呃 相当的相当的流行呢 所以棒球明星还是可以的 你就你就上网一搜一下那就棒球明星如果他们走在美国街头 那就不得了 那肯定是有人找他合影 他他美国主要是体育 电影 啊 你就想一想嘛 电视 基本就是这几块 麦克尔 麦克尔杰克逊那就基本是 基本就是传奇的存在了 基本就是传奇了 就只能用那个 传奇来形容的 基本上 就美国无人不知无人不祥 就 这已经惊呆了就 你看 你看在中国啊明星会代言都会把明星的人印在这个 这个商品上你看美国的商品几乎都没有美国商品我发现就没有印那个明星头像了 包括明星代言在电视剧我有的时候会看电脑啊电视 电视是我以前的以前会偶尔看一看 美国没有那种明星说哎呀用完圣宝片就是好就是好欢迎大家购买就明星这种啊美国没有这种广告 没有 包括汽车广告中国的汽车广告是弄一个明星 做个代言人 就是这种 美国是 我看到那些奔驰啊宝马 主要奔主应该是奔驰 奔驰叫 麦瑞斯什么玩意儿 就奔驰和那个nexus 这两个算是高端品牌 然后 啊 还有亨达 然后韩国的就 现代 跟 Tier 起 起呀吧 但是他们就没有请明星 就是普通人 这我是 在中国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 还有一个美国是之前我曾经问过一个人 美国人买服装啊 从来不喜欢 跟明星是买一 就不喜欢说这个牌子 直接一logo啊 比如说阿里达斯 跨机一印 这么大 美国人不喜欢这样 纯粹他妈傻逼 美国人不喜欢这个 包括什么 迈克叫 Nike 就Nike 直接一个勾 这么大标志 美国哪个傻逼 买他妈这个衣服穿 那纯粹他妈弱姿 真的是 有病 尤其是 还有那个叫 女生啊 在亚洲 中亚特别喜欢的 就LV包 LV包呢是什么呢 必须是那个标志 就是LVLV 那个那个字嘛 我走在美国 我在这么久 我没见过 我真没见过 真实生活中 我没见过任何一个美国人 带过那个包包的 没有一个 在网上印识里面我能看到的是一个是有黑人 他会拍一个标志 拿一个什么 LV的包 基本上黑人 白人基本 太low 你知道 就是说你要是拍个照 直接把那个拍个照 发个朋友圈 比如说女排的包 拍个照 哎呀 你妈美国人会认为你的妈就是傻逼 就没什么 就一点个性都没有 这这些东西 这这些东西吧 你就看消费习惯 你就看看 主要是东亚的 我说是什么声音 主要是东亚的 东亚的那帮人 不知道可能是真的是第三世界 穷国 亚非拉的 买这个 哪有 我讲啊 在美国的哪有二十几岁的一个女的 夸击 努力挣赠点工资 然后买个跨个LV包 然后上班 哎 你看看我有个LV包 有病 包括西服 包括男人穿的什么服装 有就是说有什么标志啊 许多的时候都要把那个标志把那个品牌给他妈抠掉 我哪有说你看看我买了我的皮带名牌的 都是什么 什么我也不知道呢 什么奢侈品品牌啊 你看看 我这个大的一个G 那个logo 你看看 都能露出来 你看中国的 曾经有一个富豪就穿这个 这你妈在美国人 就说 觉得你他妈在太low了 我操 叫你妈low的不行了 就 真的是第三世界了 你真是第三世界 你你的消费习惯永远提不上去 永远提不上去 你 中国还停留在我要买名牌 我要咋地咋地的 还处于这个阶段 这是一个换油的车 没法聊了 真的是跟美国这对比 没法对比 太low了 太low了 还有我跟你说 美国稍微有一点钱的人 也不玩这个南博基尼保时捷了 就是保时捷 保时捷十万美元左右 南博基尼25万 三十万美元 美国稍微有点钱的人 不玩这些跑车 真的 稍微有一点 我讲的是稍微有一点钱 稍微有一点钱 直接就奔私人飞机了 直接就玩私人飞机了 就是各种极限运动了 就是 就干这个呢 开直升飞机呢 所以干嘛呢 就稍微有点钱 已经少就 我就这么说 美国大概是医生律师的这个职业 就已经对那个豪车没什么感觉了 就医生在美国当医生当律师 我估计一年的工资肯定是能买得起 南博基尼的吧 肯定是能买得起 就一年的工资 这东西 你就想一想 医生和律师 假设这个是三十万美元 这南博基尼三十万美元 好的 美国一个工人嘛 干体力活的 一个月能挣个六千美元 或者卡扎斯基 卡扎斯基一个月能挣八千美元 那什么概念 一年他大概能挣个九万美元 三年 工资左右 能买得起一辆南博基尼 实际上最顶尖的吧 就是三十万美元 三年工资 你就想一想 你说南博基尼在美国 他是属于什么 什么消费人形 你认为 比奥盖茨巴菲特这种人 会开个南博基尼 拍个照片给你看吗 你想一想 就已经跟中国 不是一个文明阶段的呢 就不是一个发展水平的呢 基本上美国稍微有点钱的人 直接往天上看了 就跟特斯拉的老板呢 直接上太空上火星的 就是美国稍微有点钱 直接就上天了 就基本是开飞机 买个私人飞机 或者买个那种 小飞机啊 就是直升机啊 就基本上天了 或者买船 邮轮 基本就是翻船 基本看这个 跟中国这没法比 还有什么地方呢 什么地方有钱人 比如说你去那个 野外探索 美国许多有钱人 闲得没自干 因为美国是什么 美国这国家太有钱了 人民他都富了几代了 你叫他玩 他爷爷可能就玩私人飞机 他爸爸也有私人飞机 他也有 他他妈都不觉得没意思呢 他所以他要奔着什么极限探索 什么野外求生 尽干那些事情 闲着也是闲着 就跟你的 真的是亚洲 跟你的亚非拉 就差距 跟他比 跟美国比 差距真的太大了 太大了 真的 你要开一个奔驰宝马 然后你跟那个 比如说开一个韩国现代 或者本田凤田的说 你看看我开的是奔驰宝马 你看看你开的什么 美国人居然都觉得你是那妈傻逼 美国餐馆都可以买得起奔驰宝马 在餐馆打工 可以的 你说奔驰宝马是个啥 在中国你能买得起自行车 在美国你就能买得起契车 你说它是啥玩意 努力一把以后吧 咱们定个原大目标 这个我看 我看奔驰宝马这目标太低了 包括这个南波基尼 法拉利什么的 法拉利我看过 二十几万美元 保斯捷十几万美元 水平太低 这目标太小了 至少 是奔飞机去 至少呢 直接就是飞机 干它个两三百万美元 直接就干飞机了 拜拜 或者是极限运动 就是 那个叫喷灯 灯那个雪山 基本就是有钱人玩了 拜拜 拜拜